听过这样一句话,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,不足以谈人生,人生于世,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,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与磨难,遭遇挫折与磨难,如果能硬着头皮熬过去,便会涅槃重生,如果心生怯懦,自暴自弃,就只会让自己沉沦下去,内心强大,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,内心强大的人,都有这几个特征,快看看你有没有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学习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国学讲堂,苦而不送,鲁迅说,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,甚以为然,有些事,在我们看来是大事,在旁人看来,却是不值一提,如果我们不停地去倾诉,在旁人看来,便是我们太过矫情,太过玻璃心,一个人经历的事情越多,就越会深刻地体会到,很多事情,如人饮水, 冷暖自知,与其期盼别人的理解,反而遭受各种误解,嘲笑,不如学会自愈,安顿好自己的内心,许三观卖血记中,许玉兰嫁给许三观之前,在餐厅里当服务员卖油条, 因为长得好看,许玉兰还被周围人称作油条西施,追求她的人也不少,然而嫁给许三观之后,许玉兰就变了,每次遇到什么事情, 她就坐在自家的门槛上哭,边哭边抱怨自己的命苦,一开始,大家都会抱着同情的态度,安慰她几句,时间久了,别人听得次数多了,厌烦了,留给她的, 只有无情的奚落和嘲笑,在绝大多数时候,在你看来,那些痛彻心扉的伤,在别人眼里,不过是无意间落在身上的沉, 俞华曾说,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把心掏出来,自己缝缝补补,然后一觉醒来,又是信心满满,永远不要向任何人诉苦, 不要企图被拯救,这个世界上能够拯救你于水火中的,唯有你自己,男儿不愿, 有人说,从别人身上找原因,一想就疯了,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一想就疯了,生活中, 有些人一旦遇到难事,就习惯找客观原因,抱怨环境不好,抱怨别人不行, 却从来不反思自己,结果,他们只能是被困在原地,止步不前,真正的聪明人, 遇到难事,首先会从自身找原因,所以,他们能够不断地修正不足,完善自身, 以达到自己的目标,墨具演员着别灵,出身贫寒,小时候的生活,受尽了穷困的滋味, 但即使在如此饥寒交迫的环境中生活,他依然没有抱怨太多, 反而乐观面对一切,他在回忆录里写道, 我在孤儿院那段时期,由于饿着肚子,在街上到处游荡, 但我一直告诉自己,有什么好抱怨的,总有一天, 我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喜剧演员, 现在的逆境,只会让我变得更加坚强, 优秀的人之所以优秀,不在于他们能力出众,而在于心态够稳, 欲是不会一味抱怨,正如不抱怨的世界所写, 停止抱怨,你就已在通往你想要的生活的路上了, 每个人都守着一扇只能从内打开的改变之门, 除了自己,谁也不能帮你打开这扇门, 当一个人既能够勇敢地追求梦想, 又能够坦然接受当下不够完美的处境, 勇敢乐观的前行时, 他的未来之路一定化已发光, 幸福不是因为拥有得多, 而是因为计较得少,少一点抱怨, 多一点积极地改变, 周围的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, 喜而不扬, 古人云,水满则易,越赢则亏, 一个人越是处于高位, 就越需要谦卑寒荣, 如果一旦处于高位, 便得易洋洋,嚣张跋扈, 对待地位不如自己的人, 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, 那么就只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, 古云云,木秀于林, 风比催之, 对处于岸,流比湍之, 行高于人, 众比飞之, 很多人渴望自己能够鹤立鸡群, 然而鹤立鸡群的结果, 往往是遭到鸡群的孤立与攻击, 一个人太过耀眼, 自然会衬托出周围人的暗淡, 周围的人必然会心生不悦, 甚至极恨, 所以真正聪明的鹤, 往往会掩盖自己的锋芒, 让自己看起来似乎与周围的鸡没有两样, 著名儒学大师贝源一轩, 一次和学生同船去远行, 船舱里一位学生并不认识贝源一轩, 一路上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经历, 吹嘘自己的学历, 贝源一轩在一旁笑而不语, 静静聆听, 不时还会点头, 表示认同他的观点, 船停泊靠岸, 告别使大家互留性命, 这位学生才知道自己面前站的是贝源一轩, 一时间难堪的无地自容, 风机才说, 低调不是被边缘被遗忘, 更不是无能, 相反,只有自信才能做到低调和安于低调, 内心强大的人, 懂得克制自己的张扬欲, 他们宁可装得笨一点, 也不会显得太聪明, 宁可低调一点, 也不会锋芒毕露, 所谓有舍才有德, 只有放下的无意出头, 才能把时间与精力投入到自己真正能够把握的事情上, 收获灿烂的人生, 认清自己, 生活中, 很多人总是努力争取, 获得别人的认同, 过于在意别人的感受, 或者评价, 把自己活成了别人眼中的自己, 想要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, 首先要从正确地认识自己开始, 避免过低地评价自己, 尊重自己的感受, 放弃一些无意义的认同感, 凭和客观地看待别人的评价, 面对差评, 不过分沮丧, 面对夸奖, 不过于激动和兴奋, 接纳自己的缺点和不完美, 现实之中许多的烦恼, 其实不过是庸人自扰, 当我们放下一些心理上的包袱时, 追逐梦想的道路上, 许多人其实可以走得更远, 每一个人都应该接纳自己的缺点和不完美, 努力去做出改变, 改变能够改变的, 接受改变不了的, 不过分依赖别人, 不对别人有过高的期待, 我们无法控制别人, 当危机来临, 真正靠得住的其实还是自己, 有些人注定只能是错过, 有些路注定只能一个人走, 在逆境中锤炼自己, 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, 不是征服了什么, 而是能够承受什么, 就像孔子所言, 真正的内心强大, 不是困斗之勇, 而是适于时事临大难且不惧的圣人之勇, 一个人强大的内心, 愿于他深谙天命之奥秘, 能修得心境如水的淡然, 著名作家杨将先生便是如此, 他历经了人生的起起落落, 依然能平静, 充实, 乐观又不卑不亢地生活着, 文革期间, 杨将被革命群众打压, 被化为牛鬼蛇神, 受尽各种羞辱, 但他依然坚强面对, 用强大的内心为自己撑起一片天, 被公然剃了阴阳头, 杨将就连夜赶制假发, 跟往日一样生活, 被派去洗厕所, 杨将不为此羞愧, 反而尽心尽力地将厕所清洁得一尘不染, 闲暇时候还坐在马桶上看书, 自得其乐, 内心强大的人, 往往是自带光芒, 哪怕遭遇挫折, 谎似坠入黑暗, 他们依然能慢慢找到方向, 想起菜根坛的一句话, 众人以顺境为乐, 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, 一个真正内心强大的人, 能直面困境, 战胜心底的恐惧, 学会近人士听天命, 身处逆境低谷, 依然保持乐观, 平和和自信的态度, 不宜物喜不宜己悲, 宠龙不惊, 闲看门前花开花落, 从不害怕孤独, 民国才女林婚姻曾说, 真正的淡定, 不是避开车马喧嚣, 而是在心中修离重局, 一个内心强大的人, 是能够承受孤独的,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,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, 也懂得如何照顾自己的内心需要, 在中国的功夫里面, 有一种人尽皆知的修炼方式, 闭关, 像是武林前辈张三峰, 通过闭关修炼, 悟出了太极剑, 太极拳, 达摩祖师也曾面壁独自修炼九年, 最终得悟大道, 就像一位作家说的, 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, 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, 传闻诸葛亮十五岁的时候, 曾跟师父一起去襄阳探望刘表, 但是刘表相当昏庸无能, 诸葛亮看在眼里, 明白刘表并非命世之主, 便选择隐居独处, 功耕苦独, 才华得不到施展的诸葛亮, 隐居了十年, 在这期间他广结江南明世, 密切关注天下形势的发展, 后来在徐树的引荐下, 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, 诸葛亮才得以大展报复, 一个内心强大的人, 往往无谓孤独, 甘于寂寞, 善于在独处中修炼自己, 你生而有意, 为何敬愿一生仆腹前进, 行如宠蚁, 胜活实苦, 但我们只要内心强大, 便可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, 也许我们不可能成为伟人, 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, 内心强大的人, 可以稀释一切痛苦和悲伤, 可以直面自身的不足, 并勇往直前, 可以说一个人快乐的所有源泉, 皆来自于他强大的内心, 要相信你的内心有多强大, 你的世界就有多美好。